你好 人间诗格里说 生而为人 我很抱歉 近年来 年轻人更是常常将 人生好难 人间不值得 类似的话挂在嘴边 而例如 你的同龄人 正在抛弃你 这样的文章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被送上热搜 我们的生活 似乎总是充斥着 焦虑迷茫 悲凉与艰难 活在这样浮躁的世界中 总有一种 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实在不由的让人感叹 人生太难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的一生 不过短短几十载 要如何过 才能不辜负生命 就在大多数人 感到迷茫与焦虑之时 日本一位90岁的奶奶 却活出了 令人羡慕的传奇人生 成为感动 全日本的国民奶奶 人们羡慕她 不是因为她这一生 有多么大的成就 而是羡慕她那 潇洒自在的生活态度 这位奶奶身高 仅有一米四八 体重四十千克 今年已经九十岁了 她做了七十多年的心理医生 直到现在 直到现在 仍坚持每周工作四天 她接待的患者 从老人到小孩 从落魄少年到成功的企业家 都能在她的咨询室里 获得心灵的安宁 恒子奶奶全名中村恒子 生于1929年 行医七十年来 她经历了战争烽火 及战后变迁 是日本最年长的心理医生 她秉承 不管死亡何时到来 都没有遗憾的信念 坚持终身不退休 这本书 人间值得 由恒子奶奶和她的徒弟 奥田洪美所著 书中集结了恒子奶奶 九十年的人生智慧 探讨了关于工作 人际交往 爱和死亡的话题 这些看似普普通通的道理 却是让人醍醐灌顶的人生真言 当你感觉自己 好像撑不下去的时候 相信这本书 能够让你的心灵恢复元气 如果你感觉人间不值得 这本书将会让你 在认清生活真相后 仍然拥有热爱生活的勇气 好了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 和作者概况 下面我就来为你详细讲述 书中内容 第一个重点内容是 工作大多是为了赚钱 这没什么可耻的 第二个重点内容是 生活纵使一地鸡毛 也能过得有生有色 第三个重点内容是 人生不必太用力 坦率过好每一天 首先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重点内容 工作大多是为了赚钱 这没什么可耻的 不可否认 很多人一生中 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工作 为了工作 有人起早贪黑 有人熬夜加班 有人周末无休 还有人选择背井离乡 远离父母 从一个城市 辗转到另一个城市 每当夜深人静 拖着疲惫的身躯 下班回家时 你是否也会思考 这样一个问题 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 也许有人会说 工作是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也有人会说 是为了实现梦想 还有人会说 是为了寻找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这些都对 然而横子奶奶认为 从本质上来说 人们工作是为了生活 这个道理 亘古不变 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而工作 为了钱而工作 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总得度过生存期 才能高谈梦想 横子奶奶在医生这个岗位上 坚守了七十多年 要问她当初 为什么从事这份工作 其实并不是因为 她想要救死扶伤 助人为乐 或者说有多么大的人生理想 这些都没有 她之所以会走上医生这条道路 完全是因为家里太穷了 横子奶奶有四个兄弟姐妹 加上她 家里一共有五个孩子 她的父亲 只是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 她的妈妈重男轻女 特别宠弟弟 对于女儿基本上是不闻不问 他们给横子的选择是 从女校毕业后 要么当老师 要么嫁人 总之尽快自食其力 不要成为家里的负担 在那种情况下 横子奶奶不得不早点出来工作 横子奶奶在她就读的高中女校中学习 当时全校的学生都要参加劳动 由于她体格小 没法织布 只能帮忙搬运私线 这些工作对于横子奶奶来说 实在很无趣 她常常会担心 未来要怎么办 就在横子奶奶迷茫之气 在大阪当医生的叔叔向家里提出 谁愿意学医 她将资助学费 相对于在工厂里 看不见希望的工作 也许当医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就这样 年纪16岁的横子 踏上了学医之路 这个选择对她来说 无所谓快乐与否 或者想不想做 她当时已经别无选择 她必须尽快自食其力 从一近70年来 横子奶奶一直都是受聘医生 相当于上班族 她没什么野心 工作挣钱 也是为了养儿育女 现在儿女们已经各自成家 她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 不过这份工作 倒是变得让她割舍不下了 如果你常常因为思考 工作的目的而感到迷茫 不妨直白一点告诉自己 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养活自己而已 至于人生价值 自我成长之类的 先做起来 慢慢思考就好了 其实你非常不喜欢现在的工作 那也没有关系 先尽力做好它 尽可能去做 总比虾想强 有时候太闲了 反而会带来负面影响 忙起来反而更好 明确了工作最本质的意义 我们再来考虑工作的状态 便会清晰得多 在我们生活中 也有很多工作狂 经常通宵工作 吃饭不规律 最后反噬的还是自己 如果我们太在意工作 太在意权力 地位和金钱 总是不爱惜自己 拿命去拼 就算勉强能撑个几十年 身体迟早还是会被击垮 单看这几年 猝死在工作岗位上的人就知道 有些玩笑真的开不得 工作是最能获得自我价值的途径 但工作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你想啊 如果你拼命工作 身体却变得越来越糟 你和家人的关系越来越远 即使你挣了很多钱 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饮食足以温饱 有一份力所能及 而且可以做好的工作 也许这样的生活刚刚好 当然 在工作中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 让人烦躁不已的情况 有人会遭受职场霸凌 有人被上司骚扰 有人深陷而鱼我诈的办公室政治 还有人长期被压榨 一直工作到深更半夜 如果你的工作一直让你做出巨大牺牲 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情绪 让你身心疲惫 那就果断离开 你要明白 工作是去是留 由你决定 别人无权干涉 如果你认为工作是你赚钱的工具 而现在这个工具已经紧紧束缚了你的生命 或者家人的幸福 那不妨自信地离开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 在离开的时候一定要巧妙 尽可能地交接清楚 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此外 不要在身心疲惫的时候才想着行动 而要在体力和精力都比较充沛的情况下 准备周全 再做出明智的抉择 人生长路漫漫 让自己开心 过得舒心才是最重要的 好 以上就是今天讲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工作大多数是为了赚钱 这没什么可耻的 我们来小结一下 从本质上来说 工作是为了生活 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养活家人 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 我们在工作的同时 要记得爱惜自己 当一份工作严重消耗你的精力时 不妨理智做出正确的选择 工作自由完全掌控在你的手中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二个重点内容 生活纵使一地鸡毛 也要过得有声有色 要说到过日子 谁还没个糟心事啊 别看横子奶奶 如今精力充沛 神色自若 其实她的婚姻生活 可以说是一地鸡毛 27岁的时候 横子奶奶经人介绍 认识了一名外科医生 并与之结婚 结婚前 横子曾期待过婚后的幸福生活 结婚以后 她才发现情况不妙 丈夫嗜酒如命 花钱大手大脚 经常请人喝酒 家里的收入 根本指望不上她 横子奶奶说过她无数次 她的丈夫 每次认错态度都很积极 可依旧死性不改 偏偏几个孩子又体弱多病 经常需要人照顾 横子奶奶只能一边工作挣钱 一边照顾几个孩子 横子奶奶不是没想过离婚 每次她说要离婚时 丈夫总是各种求原谅 这让她总很不下心了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她认为对于孩子而言 家庭美满才是最重要的 她希望等孩子结婚的时候 她和丈夫还能以夫妻的身份 出现在婚礼上 所以她尽可能平静地度过每一天 让家庭保持和睦 横子奶奶发现 改变一个人实在太难了 用尽千方百计 耗费几年或者几十年 想要改变他人 只会让自己陷入麻烦之中 与其怨天尤人 还不如顺其自然 于是她努力工作 养活家人 而那段辛苦的经历 也成为她人生最宝贵的经验 横子奶奶很少有焦虑的时候 自己的工作也好 孩子也好 家务也好 无论怎么样 都不能让眼前的生活 过得凌乱落魄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横子奶奶有了自己的育儿心得 她觉得育儿的过程 就是让自己越发优秀的成长过程 养育孩子也是成长 孩子总会长大 该管教的时候 要全身心投入 该放手的时候 也要让她独立 对于横子奶奶一家而言 就没有一般家庭里的婆媳矛盾 在她儿子结婚后 她就做好了 把儿子交给她的妻子的准备 她相信儿媳妇 会把儿子一家照料得很好 所以她从不干涉 孩子们的婚姻生活 哪怕是住在隔壁的长子 横子奶奶也会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会贸然闯入孩子的生活 如果孩子们邀请她过去吃饭 她会用你好 谢谢来表示打扰 如果孩子们没有邀请她过去吃饭 但把做好的饭菜送过来了 她也会非常感激 不得不说啊 很多婆媳问题 大多数是因为父母 对孩子割舍不下而造成的 其实父母为孩子操劳了大半辈子 是时候该把时间交给自己了 与其强势地介入孩子的生活 对他们指手画脚 不如学着横子奶奶 将时间用在自己的生活 事业以及兴趣中 不管怎样 孩子既然开启了自己的人生 父母就不要贸然闯入 除了处理好家庭关系 在外人看来 横子奶奶是一个十分亲切的人 她和很多人都能长期保持很好的关系 在九十年来的人生岁月中 她也有自己的人际交往之道 与人相处 保持着恰到好处的人际关系 横子奶奶退休的时候 被医院一拖再拖 后来一份工作干长了 她便从中找到了很多乐趣 对于很多患者而言 横子奶奶不仅是医生 更是共度人生的挚友 很多患者二十多年来都习惯找她咨询 其实横子奶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治疗方法或者技巧 她能做的就是倾听 很多患者其实只要把他们的内心世界吐露出来 就会好很多 真正的心灵沟通 就是把自己放在与对方平等的位置上 倾听对方的内心世界 如果有一个人能让你安心地在他面前暴露自己的缺点 如此便是最好的治疗方式 我们在日常与人相处之中 也不妨少说多听 做一个合格的听众 顺便说一句 倾听别人的故事也要替别人保守秘密 不要随意透露出去 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除了认真倾听 横子奶奶另一个与人相处之道是 争执之后先道歉 我们在工作生活中 难免会遇到与人争吵的情况 尤其是婚姻关系 不要觉得拉不下面子先道歉 觉得谁先道歉谁就输了 横子奶奶认为 好的人际关系就是大家互相迁就 共同商量解决办法 如果双方实在无法心平气和地交流 不妨先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横子奶奶的大儿子就住在他家隔壁 虽然他们平时不生活在一起 但难免会有不愉快的时候 所以他向儿媳妇盗窃是很平常的事 如果他们意见不统一 他都会先打招呼 再表示歉意 之后再和对方进行深入的交流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 横子奶奶也会遇到不怎么好相处的人 而遇到这样的情况 他就会和这样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朋友 不是每个同事都能交心 如果这个人让你感觉不舒服 那就改变和他相处的距离 如果不能保持物理距离 那至少可以保持心理距离 在心底筑齐到防线就好 有了安全的心理距离 我们在人际交往上就不会那么尴尬 不管怎么样 让自己身心舒畅才是最重要的 以上便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生活纵使一地鸡毛 也要过得有声有色 在婚姻中 与其千方百计改变对方 不如做好自己 在与孩子相处中 要学会适当放手 当他们独立时 都要贸然闯入他们的生活 在人际相处中 要学会认真倾听 适当降低自己的身段 调整安全的心理距离 以及保持恰到好处的人际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 今天的最后一个重点内容 人生不必太用力 坦率过好每一天 人生其实就是一场马拉松 有的人跑得快些 有的人跑得慢些 重要的不是你跑得有多快 而是你最后是否能到达终点 我们身处于 不努力就会被抛弃的浮躁社会中 似乎除了拼命 我们别无选择 但是恒子奶奶却认为 人们感到焦虑 大多是因为对未来考虑太多 或许你认为 自己正处于 不得不玩命的人生阶段 其实在几十年后看来 也没那么重要 与其担忧未来 不如关心眼前事 恒子奶奶经历过战乱 所以她对现在的安稳生活很满足 尽管她的丈夫是酒鬼 她的孩子总是体弱多病 她的父母还有很多让她烦恼不已的地方 而她的工作也需要她花费大量精力 她还是能做到吃好睡好 她认为保持良好的睡眠 均衡饮食以及调整身心 才是头等大事 其他的总会好起来的 她的土地奥田鸿美 在生完孩子不久后会到工作岗位 可是在这个阶段 她需要花不少时间在家庭上 看着同龄的一生 要么在期刊上发表文章 要么留学 她心里十分焦虑 横子奶奶建议她 先不要为工作焦虑 当下最重要的是把孩子照顾好 对于患者来说 能接待他们的一生有很多 但对于孩子来说 母亲只有一位 很多人把工作看得无比重要 从而忽视了自己与家庭的情感连接 但其实人生没有必要多拼命 在每一个瞬间都有必须珍惜的事情 比如父母的老去 以及孩子的成长 人生慢慢 不必每个时刻拼尽全力 不过 人生不必太用力 并不是说让人们得过且过 而是要我们活在当下 享受不可多得的时光 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焦虑 本质上来自于比较 看到别人过得好 自己也不甘于现状 学生时代比成绩 毕业以后比工作条件 结婚以后比家庭环境 是 比较有好的地方 它能激励一个人不断成长 然而大多数时候 它也有着消极意义 有的人本身过得挺好 但是和别人一比 突然就会失落 焦虑 甚至徒增嫉妒和痛苦 我们总是在别人的羡慕中 羡慕他们的生活 那些表面看上去风光无限的人 其实承担的责任和压力也更大 举个例子 横子奶奶的一名患者是公司老板 在很多人看来 她有权 有钱 还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 但其实她的内心异常焦虑 她不仅要承担养活公司员工和家人的重担 还要面对销售额 人际关系 以及无法言说的孤独与不安 所以你看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她都会遇到烦恼 如果我们常常拿自己和他人做比较 让自己陷入痛苦和嫉妒中 那样只会平白消耗自己的精力 除了不让自己太过焦虑 不轻与人比较 横子奶奶最让人钦佩的 是面对孤独和死亡的从容 她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 人的一生基本上是一个人在生活 的确 孤独才是人生的常态 若能享受独处的美妙 生活处处都有乐趣 横子奶奶有两个孩子 还有好几个孙子 她虽然住在长子家隔壁 但她也只在每周日和儿子一家 一起吃晚饭 平日里并无任何交集 在她看来 孤独是一种自然的状态 在现代社会中 独居的现象越来越常见 有很多人为了不让自己感觉孤独 而努力与别人建立关系 有人会拼命在职场上交朋友 有人下班总要约上三两个好友 联络关系 总之走到哪儿都离不开社交 如果我们因为害怕孤独而去刻意迎合别人 最后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痛苦 想说孤独何尝不是一件奢侈的事呢 死亡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每个人迟早都会面对这件事 对于死亡 横子奶奶有着不同的看法 她觉得不管死亡何时来 都没有遗憾了 如果可以 她想静静地等待那天的来临 她就是以这样的心态去面对老去和死亡 是啊 一个人要不负多少时光才能有这样的坦然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最后一个重点内容 人生不必太用力 坦率过好每一天 我们来总结一下 人生总有拼尽全力的时刻 但也不必时时拼命 学会真心每一段独有的时光 不要总想着拿自己和别人比较 每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努力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便是战胜孤独和死亡最好的途径 好了 说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也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讲到了工作 大多是为了赚钱 这没什么可耻的 我们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 从本质上来说 人们工作大多是为了养活自己 为钱工作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要知道 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 我们在努力工作的同时 要学会爱惜自己的身体 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 如果现在的工作让你感到烦躁不已 你随时有选择去留的权利 不要让工作过度影响你的情绪 其次我们讲到了 生活纵使一地鸡毛 也能过得有生有色 在生活中 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糟心事 与其怨天游人 想着改变他人的生活习惯 不如试着改变自己的心态 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 当孩子长大后 试着多给他独立的空间 尤其是当他们成家立业以后 不要贸然闯入他们的生活 在与他人相处中 我们需要多倾听他人的看法 放下身段 尊重别人 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 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好 最后我们讲到了 人生不必太用力 坦率过好每一天 为生活拼尽全力 是一种生活状态 慢下来享受生活 也是一种生活状态 而在人生的某些特定时刻 也不必太过拼命 人之所以产生焦虑 大部分来自于攀比 如果我们放弃比较 专注于自我成长 幸福就会容易得多 只要我们过好了当下的每一天 当孤独和死亡来临时 也就没那么恐怖了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